来看到亿万富豪马斯克完成收购推特后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传出他已经裁员将近五成 推特员工也为此发起了集体诉讼 根据外媒公布的推特内容文件指出 目前大约50%的员工受影响 而且是即刻起就被拒绝连接公司的电脑网络 从美国时间周五开始 推特员工就陆续收到了邮件 确定自己是否保住饭碗或遭到解雇 然而推特的员工 已经向旧金山的联邦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 而且这个情形在美方也应